各位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度收看操盤高手 我是高憲榮 那這邊我們先恭喜 我們全國的會員朋友 這一波我們帶著大家 多空雙箱操作 空軍的一個部分 空單的部分 今天又有兩檔股票 順利的來做返航 順利的來獲利回補 那兩檔第一檔 當然在昨天已經跟大家公開公佈 6月3號當時我們帶著會員朋友 在48塊3以上 建立空單部位的一個經電 當時提到雖然說大盤指數 只是拉回回測季線 但經電的股價早就跌破季線 反彈回到季線的附近 那融資在一直增加 散戶一直在買 誰在賣為何而賣 提示大家當時經電有什麼 有大戶在做出貨的一個動作 技術面也出現轉弱訊號 所以當時建立會員朋友 經電在48塊3附近 來放空他的一個股票 那現在昨天已經打到跌停板 我提示過大家就不要再去追殺了 我們已經準備返航 那今天報紙寫了一個新聞 這時報資訊提到說 整個5月份營收LED廠都是暗淡的 所以整個LED廠 在昨天可以說是哀鴻遍野 賣單全部出籠 包括像逸光 晶電 愛迪森 還有東北 盤中都從同步重挫下來 甚至像晶電都被打到跌停板下去 那我們操作的SOP 我們的方法之前跟大家講過 做空我們一定是看到未來會有利空 股價趁著還在相對高檔的時候 也就是掌握到未來會有破底的壓力 那趁著還在高檔之後 反彈來佈局空單 等到破底下來利空見報了 按照我們操作的SOP 我們這地方就怎樣 順利的空完之後 今天最低跌到40塊7 我們開始建議會員朋友達成任務 空軍順利返航 獲利來做入彈 那另外一檔股票 我們今天也來跟大家公布 前幾天都還蓋著 6月3號也在放空 面板周邊的一個股票 誰呢 今天跟他公布 叫做4960的奇美財 做面板的偏光板 當時跟大家提示 特別注意 這張股票散戶手上一堆 融資有2萬多張 而股價過高 指標未過前高 已經開始高檔下彎 都有轉弱訊號出來 指股價已經領先大盤 跌破季線 季線我也提示過 下個禮拜就要開始下彎 那到時候股價下跌的壓力都會增大 所以就這當中 趁著下跌壓力增大之前 剛剛開始要起跌 技術面剛剛開始出落 這個轉弱的一個訊號出來的時候 再布局空單 好 那當時的奇美財 我們也建議會員朋友 那時候股價在多少 在相對高檔 還有33塊左右的時候 布局空單 那空完之後6月4號開始跌 跌3.5% 6月5號繼續大跌 跌3% 昨天又繼續重挫 跌4.8% 那連跌了好幾天下來了 急殺下來了 我們也看到今天 奇美財也有消息利空見報了 什麼利空呢 就是工商時報 今天的最新新聞 提到奇美財 現在遇到亂流了 什麼亂流呢 提到說第二季第三季 因為監視劑的產品需求走弱 大尺寸的電視 跟中小尺寸的產品 認證時間又比較長 造成出貨輕黃不接 營運表現不如預期 所以預估第二季營收 還會比第一季衰退5到10% 那下一季就第三季漲望 還是很保守 所以要等到第四季才會回溫 好那這時候 你看到利空又出來了 要不要再去追空 還是跟大家強調 我們操作股票的SOP 要放空的時候 不是看到利空大跌破底 才去追殺 而是掌握到未來會有利空 然後趁著股價還在相對高檔 技術面有大戶出貨 轉落訊號出來 就要去在當中佈局空單 所以在之前 我們已經在33塊1以上的價位 來佈局空單 當今天利空見報 其實股價早就已經大跌下來的時候 又可以怎樣 又可以趁著急殺破底 利空見報 順利的來做獲利入貸 4960號 空軍達成任務 也順利的返航 好 那今天我們開始 空軍順利返航之後呢 我們今天開始 會跟大家強調 之前我一直提醒投資朋友 你要注意風險 注意大盤會有回跌 那跌到這個地方 最近全市場都在認為說 台北股市已經崩跌了 這當中已經完蛋了 我提醒大家 這個時候反而是多單 這個入軍可以開始啟動 多單如果你要做多買股票 機會來臨的時刻 要到了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不是看到今天大盤漲100多點 才這麼說 其實大盤你會發現到 指數到6月份之後 常常跌就跌100多點 極跌 漲也會漲個100多點極彈 那這都是因為股市漲跌幅限制 放寬為10%之後 其實很合理的現象 以前大家常常抱怨 美國股市大漲 我們才漲那麼一點點 為什麼 因為人家美國股市 沒有漲跌幅限制 強勢股一漲漲個10% 20%都有 對不對 那我們強勢股漲個7%就鎖起來了 弱勢股還是不動就是不動 所以我們的漲幅一直輸人家 那跌的時候人家殺翻天了 我們好像也沒什麼跌下去 好像一灘死水 那未來這種狀況還就會改善 變成一個台北股市 經常會漲跌幅放寬之後 急跌也會急彈 那其實今天大盤漲100多點 並不意外 我們在昨天就已經跟大家提示 昨天我們特別跟大家提示 你要去觀察台積電 對不對 我說昨天你有沒有特別注意到 在這個禮拜 消息面台積電 開始很多人在放利空的時候 有外資說半導體現在庫存偏高 甚至第三季會忘記不忘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到一件事情 外資之前在150幾塊追高 現在在殺出 那殺出之後呢 有沒有發現到一件事 台積電之前是領跌 一路跌下來 跌到昨天大盤指數重挫 昨天跌了176點 我特別叮嚀大家 你去看台積電 昨天股價K線是收紅K的 收盤還漲五毛錢 這個其實已經有重要訊號 告訴你台積電 接下來只要能夠止跌 指數急跌之後 會有急彈出來 所以為什麼指數今天會漲 其實原因 昨天就已經跟大家來做過預告 你去看台積電 就能夠去掌握得到 當然在接下來的行情 我為什麼說 如果你在之前有聽我的 懂得停看廳 保護好自己 顧好風險 甚至跟著我多空雙向操作 放空了不少股票 也賺到錢 這裡空軍達成任務 陸陸續續在返航之後 陸軍開始要來做啟動呢 那接下來我們會去觀察的重點 指數的部分今天談上來 第一個K線型態特別注意 已經形成一個長黑過後的小紅棒 多頭母子孕育線出現 那第二個融資持續大減 昨天一口氣減了50幾億 過去這幾個交易日 融資已經減了80幾億下來 那第三個我們也發現到 技術指標 這是我操盤在觀察指數轉折的 百戰指標 現在也交叉在向上 所以我研判大盤這當中 接下來你有沒有發現到一件事情 K線出現多頭母子孕育線 融資在大減指標交叉向上 那上次出現這樣的現象 是在什麼時候 這是去年10月份 大盤指數跌到哪裡 從9000多一路跌跌到8501點 那時候一堆頭顧老師 原本在一路做多 這時候都在說開始放空的時候 我說這裡就是一個 權力做多買進的機會 為什麼 因為當時我看到融資 連續性的大減 然後5日均量反而大於10日均量 量的趨勢開始走強 再加上技術指標 百戰指標交叉向上 再加上K線 也是形成多頭母子孕育線 當然什麼叫多頭母子孕育線 如果是為了會員 在我們雲端書櫃 技術分析電子書 第一本 K線看人心裡頭 就是要教大家 怎麼去解讀K線型態 解讀看得懂你就會知道 當時指數 已經孕育著一股反攻的行情 所以還記得那時候 食安風暴爆發 哇 包括像南橋都被誤會說 是不是有這個食安危機 是不是用了這個假油 那我說南橋最後被誤會了 其實當時很多股票也被誤殺了 那跌到這地方 就是一個減便宜的好機會 全力來做多買進 那現在你有沒有發現到 類似的狀況又來了 融資在大減完指標交叉向上 台積電接下來我會提醒 只要不要再去破138 那指數的部分就會開始孕育著一股 反攻行情的機會 所以我們在今天 建立我們的會員朋友 上一波我們這個大盤 從10014跌到9500 我們空了威剛 空了長榮行 空了衛泉電 空了華金科 都是大獲全盛 獲利回補 B波反彈 我們又空了金電 我們又空了這個奇美財 今天也都順利回補之後 我認為大盤在這地方 孕育著一股反攻的機會 所以如果你在這地方之前 萬點的時候有聽我的話 知道這裡要守一下 大盤會有回檔的危機 有在這個地方先做一個減碼 有在這地方保護好自己 甚至跟著我空單在做進場 做多也賺 做空也賺的投資朋友 跌到這裡 我認為行情孕育著反攻機會了 歡迎大家這地方陸軍開始歸隊 好好的把握這次 反攻的機會來臨的時間 好那再來當反攻行情來的時候 要去買什麼股票呢 好當然 我會跟大家強調一件事情 你可能會覺得 那指數會漲了 我所有股票都可以抱著 所有筆股票都可以隨便買嗎 絕對不是這樣 好那做空的時候 我常常叮嚀大家 你不要去空那種 股價一路飆漲的小型股 很容易被嘎對不對 那這時候要做多 我也叮嚀你 你不要去想說 很多股票跌很多 跌很多一直在破底 你去買那種股票 去逢低買進 看能不能買到最低點 那個很容易在摸底的過程當中 也摸到大白沙 不小心可能又被咬一口 好那最好的例子 最明顯的例子是誰 就是宏達電 我其實為什麼舉宏達電 我常常跟投資朋友強調一個觀念 說做股票 你要為什麼不能夠去 摸弱勢股的底部 容易摸到大白沙 因為一檔股票 你不要總是想著說 他以前跌很多了 跌到這裡夠便宜了吧 這裡買很安全了吧 其實一檔股票 你會發現到 這是一個數學問題 之前股價不管跌了多少 以你現在進場去買 你都有可能再賠個20% 30% 甚至腰斬再賠50% 是不是這樣 我們就拿宏達電來講 宏達電當他從1300跌下來 跌到600多塊的時候 很多投顧老師就告訴你 1000多塊的宏達電 跌到600塊腰斬了 逢低買進 股價已經低低的 可以買了 結果你有沒有發現到 彈一彈又開始跌 600多又跌到多少 300多 300多你想又腰斬了一次 夠便宜了吧 好再去買 你有沒有發現到300多 又繼續跌 跌到哪裡 跌到150 好那150 你也覺得夠便宜了吧 已經腰斬一次 兩次三次了 總不會再跌了吧 你再去買 你有沒有發現到 150的宏達電 現在又跌到多少 又跌到75 76 又腰斬一次了 所以你會發現到 這是一個數學的基本問題 弱勢股不管之前跌了多少 以你現在的價位去買 都有可能賠20% 30% 甚至50%都很有可能 那關鍵是為什麼它會是一個 弱勢股 一檔股票會弱都不是突然起來 都有背後的原因 尤其像今年股市至少也曾經上了萬點 股價都還會低低的 通常不是籌碼面 甚至就可能是基本面有問題 所以我說千萬不要去摸底 那當這裡大盤 我說有這個當中 孕育著反攻行情的機會 陸軍開始歸對 要買股票的時候 那專業選股的SOP 做多買進的SOP 我們還是一樣保持不便 鎖定最有爆發力的產業 找出來具有競爭力的好公司 檢視籌碼面有大戶在進貨 觀察技術面有轉強訊號 這樣的股票我們再來買 所以什麼是最有爆發力的產業 當然我們今年都鎖定在ADS 這些電子先進科技的一個 汽車電子的先進輔助駕駛系統的部分 對不對 那這個部分 基本面的部分 我已經談過很多 什麼叫ADS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基於智慧汽車的主要技術 輔助駕駛兼在開車的時候 輔助駕駛開車的時候 能夠更安全 包括了停車輔助系統 夜視系統 車道偏離警示系統 前後防撞警示系統 盲點偵測系統 自動車技巡航控制系統 那這一塊因為消費者 越來買車的時候 越重視這些 以前大家考慮一下性能就好 現在性能差不多 省油也都差不多省了 對不對 那就要求越來越多的電子配備 基本的這個有沒有DVD 有沒有內建衛星導航 高階一點的有沒有ADS 那這一塊都在大幅度成長的情況之下 我說這樣的一個產業 業績會大幅度成長 股價呢自然你去買 當然賺錢的機率就很高 就像年初我們建立大家 賣掉宏達電之後 轉進到企機 有沒有發現到企機60幾塊 當然大漲上來 漲到90幾塊 我們已經順利的達成目標 先獲利一半 但我也說過你不要覺得 他就是當中沒有機會 那你有沒有發現到 最近指數好又跌了 當然他從股價漲到100塊 從60幾漲到100了 也會補跌 但是跌下來 上個禮拜最低價84塊1 你有沒有發現到指數昨天 大跌破底的時候 他有沒有破除上禮拜低點 沒有再破 那散戶看到指數在破底 一直把股票賣出來 然後有賺錢先跑 那為什麼股價沒破底 這都代表其實未來 還是有機會 像這種強勢股 拉回來 我們未來會再去找買點 那你不要自己去亂買 這當中要買 記得跟著專業操盤團隊 來幫助你 那神達的部分 4月份 我們在24塊附近推薦大家 對不對 24塊多推薦大家 那股價也漲到多少 30幾塊 為什麼會漲 是不是也是因為說這當中 當時我們跟大家所說的 包括智慧城市 包括智慧車用電子的部分 都開始開花結果 帶動營收已經大幅度成長上來 有亮眼的成績了 那這時候你會看到 股價的部分 今天又有利多見報 5月份營收公佈 又創歷史新高 60.77億 連續兩個月改寫新高 甚至6月份營收 還有機會再創新高 那股價呢 今天神達沒有漲停板 但是他的股價 還是繼續的穩穩的漲 有沒有 以收盤價來看 今天叫30.8 以收盤價來看 你又發現到又是來到波段的高點了 所以說你會發現 一個有爆發性的產業 裡面的股票 你去買自然就安心許多 當然今天神達利多見報 我也提醒大家不要再去追 那我們要去找的是 那還有沒有像當時神達 股價還在低檔 有沒有像企機 當時股價還在低檔 而有大戶在進貨 轉強訊號出來的股票 那像這是我們最近 都在幫特別會員規劃鎖定的 新的車用電子黑馬 發現到說 整個車用電子元件 營收比重佔他百分之百 而且主攻的是 技術門檻最高的原產供應鏈 4月份營收開始創新高之後 下半年有新產品要來量產出貨 都會帶動今年的獲利 繼續的更上一層樓 那像這樣的股票 你有沒有發現大盤指數 最近在破底 那他有破底嗎 沒有 拉高商劇拉回都還守在前波低點之上 誰在買 大戶已經在默默進貨 即將轉強的股票 車用電子新黑馬 這就是我們接下來鎖定的重點 那當然包括了工業電腦的部分 也跟大家提過 雲端物聯網 智慧汽車智慧城市行動支付 工業自動化機器人 都少不了工業電腦的時候 這個部分也成為科技產業當中 最重要的藍海 這都是我們在接下來要把握的機會 華漢去年一百六十幾塊推薦 已經漲到翻天過去了對不對 再來還有什麼樣的黑馬 如果說投資朋友 你在之前萬點有聽我的話 高檔有守住 現在第一檔 我建立大家 可以把握到這波反攻的行情 想把握的投資朋友 那為了要鼓勵大家 跟著我們一起從第一檔 來掌握反攻的機會 我們今天打電話來的投資朋友 都會提供大家特別的優惠給您 詳細的內容歡迎大家廣告時間 跟我們的服務人員來做聯絡 休息一下第二階段 還有更重要的投資亮點 馬上再回來 看你這麼年輕怎麼就氣喘兮兮的 爺爺 你怎麼都不會喘 除了運動 我也定期做體適能檢測 體適能檢測 你看 全國各縣市都設有體適能檢測站 提供民眾檢測 項目包括肌力 肌耐力 心肺耐力等多項檢測 還有銀髮族專屬檢測項目 這裡的教練親切要專業 那我也要定期來檢測 運動九九 健康九九 教育部體育署 關心您 成通投顧 極品操盤團隊 由高老師親自帶領 專業 用心 重存信 提供給您最用心的解盤分析 最前三的產業觀點 恰勤出現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成通投顧 高老師 為公司營運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精選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精準分析 穩健獲利 無往不利 讓您成為 故事中的常鎮軍 成通投顧 值得 托付 2752 5868 恢復家園時 請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護 冰箱解凍過久的食物 請丟棄 水 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積水一周就會生蚊子 廢棄容器 要儘速清除 多一分警覺 多一分自我保護 大家好 歡迎回到第二階段的節目現場 那在今天指數漲了100多點 我知道你一定會看到很多投顧老師 天天告訴你台北股市是買點的 今天都會跟你講 你看昨天大跌都跟你講 這就是台北股市 絕佳的進場機會了 今天買股票又有什麼股票 可以賺漲停板了 叫你趕快來跟著他們一起去 搶漲停板全力來買進 那先提醒大家 這種投顧老師能幫你賺到錢嗎 這種死多頭只會叫你每天買股票 每天買股票的投顧老師 他們只會下跌 必喊買點到了 總有一天才到最低點 然後股票推薦了十幾檔 上節目就吹噓今天 搶了什麼又賺到漲停板 搶那一兩檔漲的 然後完全不管會員買了十幾檔 之前套牢一缸子 那是會員的事 死左右無死賓 那這種投顧老師 能夠去幫你賺到錢嗎 去想一想 能夠真正幫你賺到錢的 絕對是要在股市當中 能夠去幫你多空雙向操作 才能夠幫助你 所以這一波股市 你會看到從萬點跌下來 當時我為什麼一直提醒投資朋友 你要注意風險 台北股市會有回檔的危機 甚至建立空單部位來賺錢 用意就是希望我們保護好 我每一個會員朋友的血和錢 能夠在回檔的過程當中 避開風險 甚至能夠利用放空來擴大利潤 所以這個時候 你會看到當時在股市萬點的時候 我們一路的建立大家 開始多空雙向操作 放空了弱勢股 股市在萬點的時候 放空了威剛 對不對 49.3以上空 獲利入貸 維權店28.8以上空 獲利入貸 華金科32.3以上空 獲利入貸 長榮航22.5 放空也是獲利入貸 包括了這當中 最近前一波B波反彈 我們空了經電 今天也順利的在利空見報 當報紙消息在說 五月業績殘淡 LED哀鴻遍野的時候 我們2448號的空軍 也達成任務順利返航 4960的七美財 之前在33塊以上空 那現在也在利空見報 看到報紙在寫 七美財遇到亂流了 保守看第三季的時候 順利的撐著急殺破底 利空見報來做獲利入貸 這樣的操作 才是能夠去幫助 會員朋友 將獲利放進口袋裡來 讓會員朋友扎扎實實 能夠去賺到錢的方法 當然接下來的行情 我會提醒大家 雖然指數有反彈的機會了 但不是說所有的股票都你可以 高枕無憂安心 你還是要去特別注意到 台灣電子產業 這五大危機 不是說股市漲一漲就會不見 第一個缺乏殺手級新產品 擔任火車頭 第二個中國勞工薪資成本增加 第三個中國市場消費力道 已經在減弱 第四個南韓 Samsung 持續在滅台計畫 中國紅色供應鏈也已經崛起 所以很多產業 趨勢已經開始扭轉 就像今年一直提醒大家 智慧手機已經怎樣 大淘汰潮來臨 血戰到底的局勢出現 股票不對 我提醒大家一定要怎樣 一定要面對它 接受它 處理它 對不對 就像年初 我為什麼一直建議會員朋友 宏達電 這當中該建好就收了 原因在哪裡 也就是看到宏達電 整個第一個智慧手機 已經成長達到高峰 沒有辦法成長 甚至開始步入衰退 第二個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血戰到底的時候 它推出的產品 已經沒有辦法再吸引消費者 它推出的今年最新的旗艦機 M9 當時都跟它講 你去打開來 拿出來跟M8看一看 遠遠的看 根本看不出來有什麼差別 那這時候消費者會去換機嗎 都提醒過大家裡面的風險 所以為什麼要當時提醒你 你會看到整個宏達電 如果年初你不賣 對不對指數就算上了萬點 你不是一樣在大跌嗎 一樣一路的破底嗎 所以我會提醒大家 不是行情會漲就好 股票套牢 你還是要面對它 接受它 處理它 那不知道怎麼去處理 不知道該怎麼辦 強烈的建議你 你真的需要我們來幫忙 幫我們幫你好好趁著這個時候 哪些是弱勢股 趁著反彈要來做調節 哪些是值得你把握 拉回來可以鎖定的強勢股 這地方跟著我們一起來把握 一起來鎖定 那提醒大家這一波的行情 當然跌到這個地方 從萬點開始建立大家 建立空單部位 空軍一波一波的空下去 現在已經順利的 一檔一檔的來做反航 現在大盤運率著一個反攻行情 出機會開始出現 如果說投資朋友 你有聽我的話 萬點有守住 有保護好你自己的資金 現在想要全力來做進場買進 我們的全新鎖定的潛力股 繼續鎖定在車用電子裡面的 新黑馬工業電腦的部分 新的黑馬都要開始來做起航 如果投資朋友想把握機會 今天來電 我們都提供給大家 最好的一個優惠給您 詳細的辦法 歡迎跟我們的服務人員 來做聯絡 祝大家投資順利 我們明天見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新的地域 新的非洲 新的地區 新的地區